来看一则记者稿件来关注华人幼子遭到托儿所虐待教师开除的消息 根据洛杉矶华人咨询网周慕云独家报道 近日有读者华人读者爆料 她的孩子在休斯顿当地的某家托儿所就读时 被学校老师虐待导致身上有明显的伤痕 华人居民安妮表示她的孩子不到5岁 在休斯顿某家托儿所就读 上个月的某一天孩子放学回家意外的安静 她问孩子发生了什么 孩子委屈的开始哭了起来 说自己的身上被老师弄疼了 于是安妮去检查孩子的身体发现有多处的淤青 而家长没有收到托儿所的受伤报告 发现伤痕的当下孩子爸爸立刻给孩子的受伤之处拍照 并且回到学校告诉校长 学校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政府的家庭保护部门 同时勒令这名幼师停职 回家等待调查结果 然而政府工作人员在第二天来到学校和孩子面谈之后 却告诉安妮 事发的这个教室存在监控死角 没有证据显示虐待的事实 涉事教师说是孩子不听话 跌倒在地被玩具给弄伤了 涉事的老师又说 孩子害怕和家长沟通是因为怕被自己的爸爸惩罚 因此应该调查的是自己的爸爸在家里有没有虐待孩子 那么之后政府调查人员让家长出具孩子的验伤证明 需要找孩子的儿科医生开证明 孩子的儿科医生在检查伤处之后 明确表示这肯定不是玩具造成的伤痕 根据孩子的回忆 事发的时候孩子们在班里朗读 但是他有不认识的字就不想跟着读 于是涉事老师把孩子拉到了监控死角 并且挡住其他孩子的视线 还用手使劲的掐他 还说不准动 安妮称 涉事老师还威胁孩子不能够告诉父母 否则就要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一整天 因此回家之后小孩都不敢告诉家长 政府工作人员来问的时候也不敢回答 最后安妮是收到了政府家庭保护部门的回信 明确了孩子在托儿所被虐待的事实 学校开除了涉事老师并且缴纳罚金 涉事老师被记录在案 从此再也不能够从事教师行业 安妮希望可以分享这样的经历 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应该立刻报警 警察的记录就是最好的证据 同时上报给学校 不要过于依赖政府工作人员 因为他们办案不积极 关键证据还靠自己去采证和提供 别人知道 但是自己更能那逝 ocol hard 那不是 evil 我替我们 spo警察 你们该走啊 我们悲 diver 家人 eller 给我们